原标题 45000多航母还是8台锅炉7台把工 服役5年后 25个主舟城市换16个县 但航母是现在海战当中的霸主 自然引得人们关注 但是人们往往关注的航母本身的技术 却很少有人想过维持航母力量有多难 事实上 造航母不容易 养航母更难 这方面的情况 印度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他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许多问题 维克拉玛第2号的前身 关于造航母难的问题 从印度国产航母的发展过程 就可以明白 第2印度的首艘航母只今处于西装之中 计划2023年服役 但是很少有人相信这一点 论建造速度连我们的三分之一都没有 也就是 印度的支撑让人服气吧 维克拉玛第2号养航母难得问其 可以从印度维持信义航母 也就是从俄罗斯二手的航母维克拉玛第2号的情况再以了解 如果我们仔细了解的话 自然会发现印度从同意接受二手航母开始之后 一个被坑惨了 维克拉玛第2号当年俄罗斯被处理手中的退役航母 向印度提出舰系免费送 只是要给改装费的优惠政策 结果印度刚高兴兴的上当了 结果改装后了 一结账才发现 不算采购舰载机等的费用 仅仅是航母本身的改装工程 就花费了将近30亿美元 这笔费用几乎等于重新建造一条全新的航母 只不过航母属于有价无事的商品 属于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东西 印度自然也就是只能认了 维克拉玛第2号即便如此 让印度很无语的情况依然发生了 这艘45000多航母 在交付前的海市中 出现了八台国庐七台罢工的干大事件 硬是将服役期拖到了2013年 维克拉玛第2号这艘航母服役之后 也没有让印度省心什么 尤其是维护工作相当让人头疼 到目前服役仅五年多的时间内 已经进行了一次大修工程 正在进行第二次大修 按说如此频率的大修不算意外 但是细节内容是问题 甲板上二计划在进行了第二次大修工作前 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 结果人们发现它的状态远不是预期的好 这艘航母竟然在服役五年后 人们在检查中发现 动力推进轴系统中 总共有25个关键的主要轴程 结果发现有问题的轴就超过16个 出现了25个主轴程虚幻16个的局面 这类轴程原本是很难损坏的 一共发现如此之多的问题 让人无法想象 密格29K第二次大修的工期只有5个月 花费却不低 按印度的说法 705亿奴笔 越合9.6亿美元 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相比之下 差不多同期的法国戴高能号大修工程 才花了14亿美元 如此论来 俄巴威文克拉玛地亚号改装收费不到30亿美元 似乎不算贵了 其实 印度的花费到底多了少了 还是大家自行判断吧 对印度来说 花钱如流水的日子 远没有结 或 这次维修之后 只能维持两年 2020年或上2021年 印度将进行下一次的大修工作 参观来了经过印度的境遇 我们是否可以明白 养航母不容易 维护航母更让人头疼 军备竞赛实在是一届烧钱的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系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